结合的队伍正在慢慢的磨合逐渐成熟 由于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有400多天 女排姑娘们的备战是时间紧任务重 所以她们训练是格外的艰苦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女排训练基地 去了解一下女排姑娘们封闭集训的生活 这里就是中国女排的福地 张州女排集训基地 这里见证了中国女排的辉煌与低谷 老女排顽强拼搏的精神在这里已经深深扎根 影响着每一位新来的队员 看着这群年轻的姑娘整齐的步伐 响亮的加油声 不难看出现在的中国女排充满着活力和朝气 在训练中主教练陈忠和脸色一直很严肃 对队员的要求也很严格 不管哪个环境 真知道都会认真地给队员们讲解 当队员都在自己的场地上 有序地进行着拦网和扣球训练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生了 副弓手薛明不小心受伤了 一时间女排姑娘们都围了上来 一起把她抬到了场边 每个人都急着问候她的伤情 也许这只是运动场上普通的一幕 但足以让人感受到中国女排的团结和感动 很快 陈忠和让其他队员恢复了训练 从陈忠和焦急的表情可以看出 队员的受伤让她很心疼 但她不能表现出来影响其他队员的情绪 只能在做记录的时候 看看薛明的情况 队员们很快进入了训练的状态 而薛明则在一旁接受治疗 痛苦的表情说明她的伤处很疼 幸好只是一般的扭伤 稍事休息就能恢复 看着这样一群年轻的女孩 每天挥洒着青春的汗水 不由的心中就会感动起来 一批又一批的女排姑娘和一位又一位教练 在排球场上书写着自己的理想人生 这个理想同时也承载着无数中国人的期待 这是中国女排与众不同的辉煌历史 留下的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 由于目前的中国女排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 所以主教练陈中和经常会让队员加练 而女排姑娘们从来都没有怨言 因为在她们心中都有着共同的梦想 为了尽快让这支新老结合的女排队伍达到最佳状态 陈中和几乎每天都安排加练 尤其是新二传魏秋月 韩旭和新自由人张贤 加练更是家常便饭 要在短时间内磨合队伍 根据不同位置设置不同的训练 对于现在的中国女排是必要的选择 二传自身的能力他还有差距 所以这一块目前是比较难度比较大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能够结合得更好 确实比较难 那么就是要每天去吃小招 每天抓好一些细节 这样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能够做得好一些 而另一位陈指导重点培养的队员就是主攻手王一梅 由于个子高性格好 虽然年轻 但队员们仍然亲切地叫他大梅 大梅没有辜负主教练对他的期待 在去年国际大赛中的表现让他坐稳了主力的位置 然而去年年底回到省队后 王一梅在饮食方面有些放松 加上后来因为一个小手术错失了后半段的联赛 运动量锐减 所以他的体重居然狂涨了二十斤 看到胖了一大圈的王一梅归队 主教练陈中和非常失望 立刻给他下达了严格的减肥计划 每天比如七个小时 那么在一个长跑一个小时 另外一面在一个穿一些防控 就是减肥服吧 就是让他能够多出汗 多出汗 这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挺有效果的 因为体重严重超标 王一梅也被大家公认为是队里最累的队员 穿减肥衣 加练跑步和跳绳 控制饮食 都是王一梅的魔鬼减肥法则 和队员们一起进行步伐训练的时候 王一梅由于体重原因 他的步伐明显慢了很多 而队员们在跳绳的时候 陈志导则在另一块场地 为大梅准备好了铁饼 背着铁饼的大梅 走路缓慢 表情痛苦 但是大梅还是咬牙坚持着 别以为逼着铁饼练完 一天的训练就结束了 为了减肥 大梅每天还有跳绳的任务等着他 而陈中和则一直在旁边陪着自己的爱徒 时不时的给他一点建议和鼓励 虽然大梅已经明显体力不支了 但由于陈志导的鼓励 大梅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完成着艰巨的任务 经过半个多月的强制减肥 大梅的体重降了差不多十几斤 虽然减肥的过程很痛苦 但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大梅只能擦干眼泪 将减肥进行倒体 他也承受了很多的这种痛苦 要一个体重而控制 另外身体速度要提高 那么再一个基本技术要恢复 所以对他讲也是一个 也是抱受的 就是说天天抓得上 每天加班加班 人家练完了 他还要体能训练一个小时 一天的训练让女排姑娘们都倍感疲惫 而陈志导心里 当然知道姑娘们的辛苦 所以只要时间允许 陈中和每周都会安排一些活动 让队员们好好放松一下 这一次陈志导安排了理发的活动 对于平时训练艰苦的队员们来说 每一次这样的安排 都会非常的支持和满意 陈导跟他这个人很像 劳逸结合我觉得 每个星期他带我们这么样出来调整一下 我觉得对我们队员 就身心方面来说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爱美是每一个女孩的天性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当然也不例外 理发店里姑娘们都在忙着和发型师沟通 想把自己打扮得更美 你看刘亚南正在尝试 时下最流行的卷发 是不是很有女人味呢 杨浩的发型很时尚 蓬松的卷发显得很精神 他灿烂的笑容说明对自己的发型很满意 而周苏洪则弄了个可爱的奇刘海 显得和刚进队的年轻队员一样活力四射 而他对自己的新发型好像还颇为满意 好久没剪头发了吧 剪个头发我觉得每次变个发型 就哪怕剪短一点点 对自己的心情来说也有一个 怎么说呢 变一种心情 心情会很好 看着姑娘们一个个开心的样子 陈中和也开始找起了自己的感觉 每天都是超负荷运转 这样的放松对他来说也很难得 镜子中的陈知道日渐憔悴 毕竟肩上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而这一天陈中和看着自己的新发型 心情放松了不少 你完年轻了能精神一点 不然这天真的很累 不然累其实很累 张州集讯只是新一届中国女排 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第一步 还有更艰苦的训练和比赛 等待着这些年轻的队员 阳光总在风雨后 也依然是中国女排姑娘们 备战下一个奥运会的主旋律 奥运情未了 蝉联梦不断 但愿400多天之后 奇迹还会再度发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蜂蜜集训之后 上周三新组建的中国女排 和中国台北女排在福州市举行了一场 海峡两岸友谊赛 这是中国女排在2007年的首次正式亮相 而中国台北女排被称为是当今排团的一匹黑马 是多号亚运会的同牌得主 海峡两岸姐妹相亲 共同上演了一场好看的比赛 这场比赛除了备受瞩目的小将王一梅因脚伤未能出战之外 新入选的二团魏秋月和自由人张贤均首发上场 中国台北女排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一鸣惊人 她们曾在世锦赛的小组赛中战胜了所有的对手 比赛开始后 以新人为主的中国女排并没有占据太大优势 她们和中国台北女排开始了拉锯战 精彩的对攻让双方的比分交替上升 人员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 这个球双方来回进行往上争夺 最后还是九号张远宏在四二位 召集一中错 拔了一分 应该来讲中国台北队呢 在她的这个队伍当中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在场上呢 攻防转换的速度也比较快 杨浩直接退后场 中国台北队调整 四号位 在强攻方面应该来讲 中国台北队要显得弱一些 三号位 打这个平快球 这是中国队失误 八号秀明这球是扣在网袋上 四次气球 应该来说这支球队呢 目前正处于上中期 而且是具备了冲击世界前12名的这个能力 8比5 这样进入第一次进出暂停 中国女排是8比5领先中国台北 暂停之后 中国台北队开始反攻 这季角度刁钻 落点精确的扣杀 展现出了他们出色的进攻能力 此时 中国女排的主攻手杨浩 则利用她极具威胁的大力发球 帮助中国队咬住比分 这球 这球发的不错 直接破坏了对方一传 这样中国台北队只能调整 无攻 这样中国女排可以往前组织快球进攻 结果还是调整到这个四号位 而小将薛明也表现不俗 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 她在篮网和进攻上频频得手 值得一提的是 陈忠和还第一次采用了复攻双塔的战术 也就是身高1米97的徐云利 和1米93的薛明同时上场 这样的组合 充分弥补了赵蕊蕊不能在场的遗憾 虽然防守顽强的中国台北女排 一度顶住了中国女排的进攻 但无奈网上实力的差距 还是让他们以20比25的比分 输掉了第一局的比赛 请化张运红 还是调整到四号位 那么这段时间中国女排也是采用了网上的高标打 结果我们发觉呢 中国台北队的这个一号叶慧轩 在四号位的这个几次桥打 还是卓有成效 第二局一开始 完成的中国台北队就利用攻击性的发球破坏中国队的遗传 并趁机打出了一个4比1的小高潮 首次入选国家队的自由人张贤 面对大赛显然有些紧张 几次遗传不到位 让中国女排的进攻一度受阻 好在中国女排的第一高度 1米96的徐利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 她以一记漂亮的扣纱和干净的篮网 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扳平 一直想着将功不过的小将张贤 也用两个精彩的旧球 为中国队稳住了军心 杨浩则用重扣击垮了对手的信心 杨浩 好的 这条打手突圈 11比10 到第二次技术暂停的时候 中国队已经以16比12反超 中国台北队这支队伍 以学生军为主 队员都很年轻 是一支比较有招气 而且正处于上升期的队伍 但是他们也需要经过大赛的磨练 中国台北队连续的调整进攻 在这之后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逐渐找回了状态 副攻守和主攻守的多点进攻 让中国台北队的防线无法招架 就是单脚被飞 然后 好的 发球队员就是7号 周苏虹 好球 中队往前 八号学名 单人篮网 再得一分25比15 中国女排 以25比15的学生比分 赢得了第二局 第三局比赛 中国女排吸取了前两局的教训 他们不仅注意了遗传到位 还利用大力跳发球 造成对手连续失误 中国女排 也以9比3的大比分 打出了一个漂亮的开局 此后 面对中国女排凌厉的进攻 中国台北女排 表现的有些无所适从 网上实力的巨大差距 让他们的防守功亏一篑 这球还是从4号位 杨浩的这个点上进攻 中国台北队又一次造成无功过往 现在中国应该可以 有效的阻止去往前的进攻了 结果呢 还是利用3号杨浩 在4号位打强攻 而中国女排的双塔战术 不仅进攻犀利 在篮网上 也让中国台北队的进攻 无功而返 好的 连续两次的2号位的单脚被飞进攻 连中国队9号张悠红 好撤 这是10号孙小青 从刚才组织进攻这个点上来看呢 进攻点偏低 超手进攻 对方后场 顺利把球防起来 有机会 第二次组织进攻 调整 然而中国台北的姑娘们 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没有选择放弃 他们仍然面带微笑 认真地对待每一分球 此后 进攻和防反 渐入佳境的中国女排 没有再给中国台北队任何机会 他们以25比16 轻松拿下第三局 所以总比分 3比0 战胜了中国台北女排 4月20号 双方又进行了第二回合的交锋 中国女排再度以3比0 大比分战胜了中国台北女排 虽然中国女排赢得了2007年的开门红 但是从比赛的过程中不难看出 路选中国女排的新人 无论是从技战术 还是从面对大赛的心理素质 都需要得到更多的锻炼 这场友谊赛 不仅增进了